嗨 朋友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石头朋友拿发赏 今天我们来聊聊寿司 好啊 哇哦 不错哟 寿司我们都知道是日本传统美食 大约在过年八十几从中国创入日本 这里不得不恢复日本人公家谨慎 能把顺义平饭船长酱油做得如此搞短 总觉得我家楼下扎穿着老大爷 如果把农民收拾一下 穿一件好看店的衣服 也可以成为天文学生 俄司人只收拾的程度 明显下不出来的 大开外卖第一 永远是收拾 坐在街上 人们有利点出现的机遇 可以超过咱们东北的西中心 收拾收拾奔兔花的程度 看比中国的坑德基 收拾圈里面经常会有各种各样的奶酪 与其收拾收拾圈 不如收拾奶酪圈 俄司人经常会颠好几番收拾 外加一本棉包 因为俄司人的住室是棉包 二米饭 相当于一种 好了 你们约俄司小姐姐吃了料室 记得给他们配一份棉包 而且吃完钱炸的话 俄司小姐姐们通常不要求 不一定要请客 偶斯梅子 通常是看上小伯伯们的 分居幽默 而不是妥菜妥业 便宜剪刃这一套 我觉得在我们那里不好吃 刚才至少对我不管用 比如 我就不会害了马云 挖挖挖 来雨我吃饭吗 听门曲的言 咋爱爱 味道 好 比订你多 复兴 not 温度